鸟随栏后 飞腾 就要打 虽然前面的路过来 但是我还是想 自己试试 早早晚晚有一天 咱们能功成名就 飞黄成拿 当上总经理 屏幕晴晕 周岩是网络专家 大于是策划高手 这些杨子你呢 擅长跑英雄拉关系 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同 做的事情挺多的啊 欢迎来到我们的 梦幻乐园 太好了 小语和此事还是有邀请的 那我宣布 从今天起 FB公司成立了 我觉得是时候 应该接触一些广告商 我不懂你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需要方子 所以你就要舍弃一小部分的利益 来成全所谓的大党 如果不是你阻止上一次的反击 他们今天还敢这么轻易地 使出这样的把戏吗 你能不能别了一二再再二三 用这种方式炒作 我们不是没有情感动的 你真把公司当药楼人 还能不能行吗 你们这矛盾啊 也就算刚刚开始 只要哪个人的私心一暴露 那立马就是连锁反应 征服 胜利 才是男人嫌疑最可恶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物怕 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这三年里公司的每一次为今 哪次不是我想的办法 我一个人在逃 你怎么爬起来 你做到梦了吗 你碰你 你背叛了你的兄弟 你这种人不配拥有信任 我那是为了生存 你又是在拿公司的名誉 这次完全不是一小战备 他拿我跟你做的什么交易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同桌 我们现在公司 老大我是没有 健身有助 还在上个没有 再增下去就算 我们最要是愿意 一分钱 不是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 这才是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 你意思吗 这就是你的杰作是吗 该是我冯雨宝的时候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变成什么样 你把战情当成目的 把梦想当成垃圾 好 我要依奉你一棵大树上 不断地向上爬 不要忘了付费我 你会在立命里面前一个小人 就是资本的一条狗 是你 李腾飞 别说了 我杨新伟跟李腾飞 一刀两断 我应该相信他吗 咱们李总她的母亲叫李应春 赶紧给我滚 我想你 特别特别想你 我有话说啊 所以我打算给他们一招 你一定信信信 我不在的时候 一定要把李腾飞给我盯住 我也不可以让你信任 趁他病 要他命 咱们非得去大鱼与死地吗 开公园有个王家 我一定会想着办法对付 有个有钱的爹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是吗 请你那家一二再三二三 挑选我的一心 真够 我陈护生的钱不是这么好拿的 你是郭家的倒叉门女士 那就让我变得复杂起来 请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私生 还有一些事要告诉你 我也喜欢小玉 很久了 你别太过分了 我帮我跟你们去的事 你拿咱们都去 你不问你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 不开心 好多男的四个兄弟 怎么就闹出新的这个地方 甚至连我的梦想都没了 我不得没想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前的事 有有有 您要故宫都有 二十二 加油 我爸他才走了几天了 您就把他一生的心血 给努力全回了 我陈护生对得起你父亲的在天之内 都现在你还骗我 妈对不起你 儿子 妈对不起你 小语 一山难戎二国 一女难嫁两夫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 相信我吗 我们都属于是你的一枚棋子吧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我是来谈收购FB公司的事情 没想到这两回 都是被遗给暗算的 遇待皇冠必成其重 欲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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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这曲十面埋伏 还得你埋谈 周延 周延 这些年布下的哪些暗机 全都给我动起来 只要同赚钱的公司 我们一个不落 我们全都不去 你给他们干 不知道把他们动塌下为止 敢砸我的电 给我打 起来的都快起来 这女孩为了东西 她配做老大吗 我这老大对得起来的 你为什么不能给你积枪来的 滚 我没有地方去了 我永远都不想去看你 谁敢拿我的路 我就让谁 无路可走 一直以来 我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 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分享快乐 共感同步 太阳 终究会留下 但终究 会再次升起